说这种话真的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7月20日有网友把演员李盛认成是李盛医生 便在演员李盛的微博评论区留言 称李盛医生遇袭去世 是不是收了病人红包没有帮病人看好病 或者是装X没装明白 这条评论很快就被演员李盛看到 演员李盛看到之后非常生气 愤怒回对写道 能说出这话还是人吗? 脑干缺失的东西 不得不说演员李盛对得太好了 有些网友就是故意抖机令玩梗 据悉7月19日下午 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李盛 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 李盛医生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7月20日医院发布了复告 很快就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相关的词条 全部都有写着李盛医生或者医生李盛 有些网友就是故意视而不见 非要跑到演员李盛的微博带节奏 留言一路走好等到念词 尽管已经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进行纠正 但还是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这根本不是认错人 而是故意抖机令 故意吃人血馒头 划中取宠 李盛骂得太好了 这种人就是脑干缺失了